5票 不同一票 18票 130号 第三国小交通安全教室 同一票 618票 不同一票 12票 废票 3票 45号 文湖国小 一年一班教室 同一票 687票 还好 少了两票 不同一票 15票 无效票 3票 50号 港前居民活动中心 赞成票 693票 不同一票 16票 废票 3票 好 紧张 41号 人福居民活动中心 1 同一票 416票 不同一票 43票 无效票 4票 84号 内湖国中 701教室 赞成票 599票 不赞成 12票 废票 1票 77号 金城村小社区 1楼 同一票 424票 不同一票 20票 无效票 1票 88号 瑞洋里民活动场所 赞成 434票 不赞成 19票 无效票 3票 再来 56号 内湖国小 1年3班教室 同一票 648票 不同一票 16票 无效票 0票 113号 三民国中 8年5班教室 同一票 632票 不同一 12票 废票 0票 再来 80号 废宁国小 1年2班教室 同一票 619票 不同一票 14票 无效票 2票 98号 东湖国中 701教室 同一票 595票 不同一 18票 无效票 3票 87号 海军湖光新城自治会 同一票 509票 不同一票 18票 无效票 2票 106号 美善公园 同一票 427票 不同一票 16票 无效票 2票 126号 明湖国小 2年2班教室 同一票 563票 不同一票 8票 无效票 1票 接下来 102号 其典 再来 102号 七星生态 花园 专业教室 2 同一票 3508票 同一票 358票 不同一票 18票 无效票 2票 好,這邊結束 好,我們開票其實已經快要接近尾聲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接下來邀請的這位志工 也是我們這邊,就是我們大家都非常尊敬的一個長者 各位可能都已經聽過他的聲音了 雖然認不得他的人 好 好,這個各位雖然可能沒有看過他 這位大哥他曾經是一個所謂的深藍的選民 那等一下他可以自己介紹一下他自己為什麼今天會出現在這邊 那除此之外呢,各位雖然沒看過他的人 但是可能已經聽過他的聲音了 這一個多禮拜以來呢,他開著我們的宣傳車 在大街小巷裡面不停的播放 他自己錄製了這個錄音檔 告訴大家這個民主的盛會在到今天 那他非常認真,就在這個錄音檔裡面每天的改版 非常有熱情,從早到晚 大街小巷,是為了讓大家知道今天2月14號有這個投票 那我們現在就歡迎這位非常會講話的士德大哥上來跟我們演講一下 各位鄉親,各位朋友 拿到這塊舉手板,拿到這塊舉手板 我們有非常會講話的士德大哥,我們有非常多的志工 青年朋友 各位,我把這塊舉手板放下來,你們就可以看到我實在做五次 各位鄉親,各位朋友 選舉手板放下來,他們都是有非常多的志工 選舉手板放下來,但是 選舉手板放下來的行數,可能一生只有這一次 請大家不可以忘記了 2月14日,2月14日一定要出來投100票 各位 你看到我穿衣衣就知道 我是男生的人 我有四十年以上的黨齡 我來自資深的國民黨員 各位 今天有機會 各位認真有這個行為 大家恭喜為了我們台灣這個國家對不對 台灣如果要好 國民黨就要去做 是怎麼說國民黨就要去做 因為國民黨是一個負負負責的黨 尤其是現在的國民黨 過去我穿衣衣就 因為是國民黨員感到公園 但是 但是 一幾年來 我已經改變我的習慣 因為 我 沈沈這次設定說 原來 我們所有的負負負負負責 都是因為國民黨以來 各位 我們 我們 大大小小小 驚驚青春 我們台台 都要生活在 這個 真好的報道的土地上 但是 我們這個報道 我們這個 兩千三百萬的 台灣人民所努力的 這個報道和這個成果 卻是被 腐敗的國民黨 把你唱了 把你淘汰了 各位 在這裡 我 要把各位 寄一個很簡單的 工法給你台 各位 你知道嗎 北京會 有一句話 說 有錢能使鬼推磨 這句話 不是台灣話 是怎麼這句話 是北京會 跟各位說 因為 他們都是給他看錢而已 所以 各位 我們 郭民黨 把財務 把紅包 把賄賂 把這個 種種的 惡色 海事館 帶來到 我們的 台灣 各位 你的叫 在日出 世界大前 所有的政情 我們都知道 酒的 比強的 所打敗 酒的比強的 所打敗 所以 酒的 就比強的 所統治 統治的結果 酒的 就變強的 但是 台灣 在 民國 三十四年以來 的時候 所做出的台風 曲死跟這個 都好相反 為了 各位 你要知道 當然是 台灣在日本的統治之下 日本是一個共國 但是 日本比 國和共的 美國來打敗 國和共的美國 將來日本 日本 繼續共化 但是 我們當時是 像日本統治的台灣 已經 跟日本買共 但是 台灣 我們 對 美國 統治 國 撲壞 黨 撲壞 其他 都是 更多的 中國 所以 各位 當我們 大大小時候 去 這樣 中國來軍隊 那時候 法國就說 怎麼青草 還在大園 還在柱子 還在什麼 各位 那是一個絕架 我們很愛的就是說 那個絕架後來 拿到他們的襯 來投遞到我們 台灣 冬青石 我們是十百萬人口 冬青石的中國出來 是三百萬的人 各位 所以我們就變成 在這裡我必須要跟各位說 我們一定要各自 我們現在 我們已經一定要 很強的台灣 就是我們過去 幾十年來 大家兩千三百萬人 台灣人民努力的成果 就是被國民黨 這麼貪污 嘴嘴把我們撈掉去 各位 你可以看到 我們台北 這麼多 每一億 土地 包括 國發院 包括 包括 雙子星台北車頭 各位 這麼 我要跟各位說 這都是叫國民黨 放在哪裏 為主要是這麼說 我跟各位說 都是很簡單 謙虛的 道理 怎麼說很簡單 謙虛的 各位 北京的 還有一句 政府的說 說民 不予關兜 所以民 跟關兜 堅穩是關兜 對不對 你們想看看 過去十六年的 台北市政府的關 代表是關風 關風有可能輸給民 有可能那裡 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民不以關兜 我 因為是這樣子上風 各位 如果這個中間 這個BOT 這個高雅 這個客戶 有這麼大的利益 各位說 是都 讓民 讓鄉 破棄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要跟各位說 那個民 那個鄉 只不過是人頭的利益 因為 民不以關兜 關兜 最少 最少 在利益分配上 絕對 十九百五十八十以上 所以 台北的利益 都是落到 真正的 落地裡 所以 各位 我真的要 佛用 佛用跟我一樣 你要知道 我們 我們的公民黨 我們的公議 不是 郵哈利兄 不是我們 既宅的 東環 沙徽先生的意思 來 情形 公議 都是由 董主席一個人的意思 來作為 董議 各位 你要知道 我們公民黨的 董主席 可以獎得到 這個大波 非常大 東山的機會 董議 還有 董 下 Paul 最後 相 尊 總 這兩項大款六十秋雄 各位你要知道 這兩項大款六十秋雄 可以說 所向體靡 所以就是說 我們這兩項六十秋雄 所有的都要聽他的 所以我跟你講 整個黨 你要知道這個黨議 只是一個黨主席一個人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說 今天補助還有黨 擁有什麼 擁有馬主席 以前的馬主席 擁有包總統 跟他跟王英平的 跟王英平的 跟王英平的官司 他說的不行 各位 在這裡的時候我要向各位說 我們大家 都要親切 我們大家都要親切 包括我們大席的都要親切 因為 我們所有的 兩千三百萬的人民 他們的利益最重要 不是只有一個黨主席的利益 所以我要跟王英平 我們這裡的黨籍來講 說 我們的兩十十七 什麼事情是對的 多數人民 所政黨的就是對的 多數人民所政黨的利益 這是全民的利益 所以 在這裡的時候 我也要給大家做一個鼓勵 所以就是說 我們白歐南港 今天都總有三十萬的公民 這三十萬的公民 來盜到我們今天的 把面的行動 這個把面的行動 各位 大家 不用感到 不用感到失望 我們感到 真有民主 因為 你要知道 今天 在日本補選的時候 相後的對決 倒票率 只有三十萬而已 所以 我跟你說 今天 又是大方面的對決 就是說 我們要把面 跟不把面 還沒有相後動選的對決 所以 三十八的倒票率 二十八 他只要超過十八 他就贏 我們今天 只有二十八的人 不需要五十八的人倒票 只有二十八的人 或者是說 三十萬的公民 只有六十萬的人倒黨一票 各位 這就是非常健康的民意 對不對 有 這就是代表我們的生理 對不對 有 這就是代表全民的生理 對不對 有 我跟你說 我們所有的年輕人 所打招 為對 就是全對 兩千三百人 人民的利益 對不對 有 有 如果有一代 你不要再別信 如果有一代 你不要再說謊 我 今天 有四十幾個的動力 我今天 有六十幾歲的年齡 但是 我看到我的四十位 可以感激的人 非常地救 這就是我們 對不去立憲的一代 我們 如果沒有感激 我們就對不去 年輕的一代 所以 我們拜訪 我們 立憲的人 我們 接會的人 要走一走一走 我們要想到 全對 年輕人 的中來 都一樣 所以 今天 我們的八面 是非常成功 你說對不對 好 我們 為我們今天的成功 大家 喊一聲 好 好不好 好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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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四德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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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慷慨激昂演說 好 其實四德大哥 呃 他這個 覺醒的過程 也是跟 我們這樣子 公投的雙二一門檻 有很高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淵源 因為這個公投 大家都知道 曾經 我們台灣曾經發動過一個 反聯的公投 有發動過一個 入聯的公投 那當時呢 這樣的公投 不知道當時 這個 發動的這個政黨 還沒有人記得 當時一個廣告說 距領公投票 是我的權益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要人民自動放棄 他的權利 這是什麼樣的政府 會叫人民 放棄他的權利 我有獨裁的政府 才會說出這樣的話 只有開放的政府 才會願意 讓人民 擁有 最多的權利 讓人民 可以為自己的權利 發聲 所以呢 在這樣子下 很多公民覺醒了 包括我們這位四德大哥 就是因為 站在民主的立場 發現 我們必須覺醒 我們必須自我思考 不再繼續聽 政府的聲音 不再只聽政府的聲音 這樣子 才是覺醒的公民 這樣子才可以 讓人民 所有的人民 得到自己真正 應該有的權利 好 接下來 繼續開票 十號 胡適國小 社會科教師一 同一票 六百一十三票 不同一票 十一票 無效票 三票 十一票 東新國小 桌球室 贊成票 七百三十票 反對 兩票 廢票 六票 十七號 東新國小家長會 聯誼市隔壁後 同一票 六百五十六票 不同一票 二十四票 無效票 六票 十一號 中研區民活動中心 這個贊成票 八百零八票 反對票 二十三票 廢票 三票 十三 九如區民活動中心 同一票 四百六十五票 不同一票 三十一票 無效票 七一票 一百一十二號 三民國中 八點四班教室 贊成票 六百零一票 不贊成 十五票 對票 一票 再來一百號 東湖國中 七零三教室 同一票 五百三十五票 不同一票 十七票 無效票 零票 二十號 南港老人服務中心 綜合活動教室 同一票 四百四十二票 不同一票 十九票 對票 零票 再來一百一十一號 三民國中 八點三班 教室 同一票 很多 八百四十九票 哇 同一票 十二票 無效票 兩票 三十七號 無德國小 教師 教師會 辦公室 同一票 四百四十三票 不同一票 十五票 無效票 三票 六十二號 冰湖 皇家大廈 管委會 交易廳 同一票 四百六十八票 不同一票 二十票 無效票 一票 五十五號 內湖 國小一年二班 贊成票 七百九十四票 不贊成 十七票 廢票 三票 六十九號 大無國小客服教室 同一票 五百五十七票 不同一票 十六票 無效票 一票 八十五號 內湖高中 三二一教室 同一票 五百七十四票 不同一票 九票 廢票 五票 九十五號 東湖國小一年三教室 同一票 五百三十三票 不同一票 十二票 無效票 五票 一百一十七號 大湖國小 自然教室 同一票 六百零三票 不同一票 二十七票 無效票 兩票 再來 東湖國小 一百零 一零八教室 同一票 五百七十票 不同一票 八票 無效票 三票 好 我現在來開 我今天去從的那一個票 八十三號 明湖國中九年二十班教室 贊成票 六百二十八票 反對票 二十六票 無效票 六票 再來 四十二號 人服居民活動中心二 同一票 四百六十二票 不同一票 九十二票 無效票 兩票 十九號 南港老人服務中心 教室 四 贊成票 四百五十八票 不贊成 十七票 對票 一票 四十四號 西湖國中九年一班教室 同一票 哇 還蠻多的喔 八百六十九票 不同一票 二十票 無效票 一票 無效票 三票 無效票 五十四號 美湖國小 一年一班教室 同一票 七百八十六票 同一票 十一票 無效票 三票 再來 一號的 南港高宮 同一票 五百九十七票 不同一票 十四票 無效票 三票 九號 胡氏國小 音樂教室一 同一票 六百二十八票 不同一票 二十三票 無效票 八票 呃我發現好像全職了 這個應該是報過的 這個應該是報過的 好 這個就報完 好 那我們先去回一下 現在這樣呢 都報到的狀況 那我們現在先請下 一位 下一個 下一位置功喔 他也是幫忙我們非常多喔 來來來 上來上來上來 有什麼iveness 直接叫他上來 好 他叫做藝名喔 那他自己自我介紹喔 不是 這個介紹就太困了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你要問我藝名還是本名 我要問你本名呢 本名就是藝名 你騙人 你要看雙方好不好 直接講吧 各位鄉親時大親愛的朋友 大家好 好 各位兄弟姊妹 台下好 好 我會的就這兩句而已 接下來都用國語播報 那個 大家好齁 我叫藝名 然後 我跟在座很多人的志工一樣 都是一個庸庸碌碌的上班族而已 然後我本身也只是報名了一個一日志工 只是呢 在第二階段 1月9這個活動之後 我每一天都在當一日志工 對 那因為 很不幸的 在這個第三階段投票的衝刺的 這一個月裡面 我被抓去 中國當海勞 那可能各位 昨天參加晚會回來總部 可能比較晚的時候有看到我 昨天才拎著行李箱 從機場直奔這個發明總部 對 那 所以非常遺憾 沒有參與到這最後的從事階段 那可是 然後 剛剛前面的志工都講了非常多的故事嘛 那 我其實 沒有什麼好講的啦 大家的故事都比我精彩 那我就 簡短的講一個 我這一次 在中國出差的時候 遇到的一個小故事就好 那 因為 我其實 第三階段開始的時候 我手機殼上面都貼了這個貼紙嘛 那 那時候我有在想說 我出國再過海關 進中國的時候 要不要把這個撕下來 會不會到時候被靠起來之類的 後來想一想 我還是決定就衝了 把他靠出來我就不用出差了嘛 我就回來啦 那 也果不其然 有被關切 就是 我在中國在入境的時候 不過不是被中國的海關官員關切 是我後面有一個 欸 中國機的旅客 她回國 然後她就很好奇問了說 欸 你們這個什麼是罷免投票啊 那 欸 其實我有點餘舌耶 因為 你要知道 他們好像不太知道罷免的概念是什麼 那所以我就只是說簡單的講 跟她解釋一下 就是說 我們這邊選出 就是 我們可以直接選出來名義代表 可是 我們的憲法 有 有給我們全力說 選不好的名義代表 選出來名義代表做的不好 我們是可以 經由投票把它表決掉的 雖然那個中間過程很複雜 然後那個中國機的旅客就說 那個大媽 她就說 欸 原來你們選出來的人做不好 還有辦法把它換掉喔 那我就說 是啊 那她就說 欸 不錯不錯 那你們加油吧 所以我就說 其實 中國那邊的民眾 他們也是有這樣的認知 那只是說 他們 可能 老一輩或什麼 上一代的人 或中一代的人 有被他們共產黨的思想 或是現在的專制體制 所前置住 可是現在資訊越來越發達 其實我跟 那 中國那邊年輕人被交流 他們 都會關心我們這邊的政治 包括說 我過去 他們會問我們說 現在台北市 科市場上來之後 我們有沒有什麼樣的感覺 或者是我 他看到我這個罷免投票 然後 我其實 我有跟他說 我有在參與那樣的志工 他說 那這樣你們 警察 如果是那個政府那邊 會不會對你們去 去 去搞亂 或什麼的 其實他們也會去 關心這樣的事情 不是說 一味的對我們去敵視之類的 那這樣 是我的一個 小小的感想 那 我希望有機會的話 還是可以跟 那邊的 中國那邊的人民去 多做一些交流 對對對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這位志工藝民 接下來 接近尾聲了 越來越緊張 好 五十號 港前 軍民活動中心 六百九十三 同一票 反對票 十六票 無效票 三票 四十五號 文湖國小 一年一半教室 正成票 六百八十七票 反對票 十五票 無效票 三票 好 第三 國小交同安全教室 同一票 六百一十八票 反對票十二票 無效票 三票 五十六號 內湖國小 一年三番教室 正成票六百四十八票 反對票十六票 無效票 零 四十九號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第二月是二 同一票 七百七十九票 反對票 二十一票 無效票 五票 八十號 康寧國小 一年二班教室 贊成票六百一十九票 不贊成十四票 無效票 兩票 再來四十號 成德國中八年七班教室 同一票 六百四十二票 反對票 二十三票 無效票 一票 八十七號 海軍胡亨清晨自治會 贊成票五百零九票 無贊成十八票 無效票 兩票 三十二號 成德國小多任辦公室二 同一票 五百二十五票 不同一票十五票 無效票兩票 一百零六號 美戰公園 贊成票四百二十七票 無贊成十六票 無效票兩票 十四號 十四號 舊莊國小成人教育班 教室 同一票 六百一十一票 不同一票 十四票 無效票五票 一百二十六號 明胡國小 二年二班教室 同一票 五百六十三票 不同一八票 無效票一票 七十五號 畢山居民 活動中心二 同一票 七百二十五票 不同一票 二十五票 無效票五票 九十八號 東武國中心零一教室 同一票 五百九十五票 不同一票 十八票 無效票三票 一百一十三號 三民國中八年五班教室 政策票六百三十二票 不贊成票十二票 無效票零票 八十八號 瑞陽里民活動場所 同一票 四百三十四票 不同一票 十九票 無效票 三票 五十四號 內湖國中心零一教室 同一票 五百九十九票 不同一票十二票 無效票一票 好 好 目前拍到這邊 那接下來呢 我們歡迎我們下一位志工上場 那這一位志工呢 套稱 是 里長界 全志龍 帥哥 哲嘉 大家好 我是哲嘉 那我剛剛從 開票所回來 我是當內奸的 那 有經歷過 剛剛在 百福里 投蓋票所 是在福德國小 那 那邊的 得票率是還蠻低的 所以我的心情還蠻低落的 那 呃 不要去 就是 不要來投票 那 導致我們會 就是 我們那邊的投票所 可能 這走同意的來 那不同意的非常少 那 我感到覺得很 失望 就是 就是 呃 一個民主社會的話 應該是大家 呃 同意和不同意的都要站出來 那 來表達自己的意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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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張哲嘉 瘦女心 收起來 你是帥哥 欸 就是 希望 希望能 就是修改這個二法 不要就是 再用這種雙二一門檻 然後 來 來 抵制這個民主的 欣慰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個 工作人員這邊統計得非常激烈 謝謝 謝謝哲嘉感性的發言 然後平常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平常就是非常淘氣的一個人 多開朗的大男孩 對 好接下來呢 越來越接近尾聲 齁 我們越來邀請一個 大家 時常聽到的聲音 好這個 我們 接下來呢 邀請台北林先生 台北林先生 呼籲一下 台北林先生 幫忙找一下台北林先生 然後 正員手術網發言人 曾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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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上台一下嗎 你可以上台一下嗎 直接在你家裡收好不好 好 那個 因為啊 曾風智剛剛去上那個 政經現實批 然後 他跟我說 他跟我說 拜託 等我一下 幫我撐到我回來 我真的太想要 跟大家說說心裡的話了 那 因為曾風智啊 就是 我跟風智 然後 等於是我們從 曾風智的創立 然後到現在 我們就是一路非常 就是 非常有默契的 夥伴這樣子 那 呃 我 這段時間 光智他自己也發生了 許多非常多的事情 對 那我先讓光智 跟大家說說心裡的話好了 這個 在場的 志工朋友 媒體朋友 還有 來支持我們朋友大家好 我剛剛 先去 伊甸市 最後一次 為了蔡振元上節目 就是今天 我想 今天這個開票出來的結果 其實大家都預期到 我們很難成功 過雙二一的門檻 因為這個體制有這樣子的問題 但是我們開出來的票 如果是在正常的情況下 蔡委員應該立即停止 蔡委員 三年前 有十一萬票 支持他當立法委員 但是今天 不同意蔡委員被罷免的票 只剩下不到三千票了 如果一個正常的民主體制 蔡委員的支持者 會踴躍的出來投票 可是蔡委員現在卻只剩下 三千票不到的票數 而這次 的結果 我們得票的比例 在96%以上 那這也是大家團結一致 出來的成果 我想說 這十個月來 整個哥朗委計畫 跟正元手術房 跟正元手術房 我們都歷經了相當多的努力 兩個月前 還沒有 三個 大概三個月之前 我們還在籌備 我們還在擔心說 我們第二階段 要怎麼樣突破 高不可攀的高牆的門檻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做到了 我們的門檻 三萬九千多 可能需要來連署 可是 我們最後達到了六萬人 一起出來連署 這是台灣民主史上 我們已經畫過了第一道 非常不可能成功的高牆 我們自己給自己一個鼓勵 好不好 這幾月的時間 有非常多的民眾 志工 不只是內湖南港的民眾朋友 是全台灣的朋友 給了我們哥朗偉這個團隊 這麼高度的關注 從本來沒有媒體記者要報導我 到今天 我們有這麼多媒體記者 願意 讓這個台灣的社會 看到我們選霸法與公投法的不公 我想今天願意來關心 蔡振元的人 大家都會知道說 我們存在的一個 不只是鳥籠的公投法 我們存在的是一個很嚴重的鳥籠罷免法 只要經由蔡委員一點點簡單的反動員 他就可以穩穩的做四年 這根本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啊 第二階段的時候 我們的志工抱持著很開心的心態 我自己本身 也不是參與過很多社會運動的人 我們的志工朋友 幾乎親一色都像我一樣 我們白天要上班 晚上要回家照顧家庭 我們還要有我們自己的理想 我們就是想要站在這裡 我們就是想要讓台灣的社會 變好一點點而已啊 可是在最後的這一個月 我發現我們的志工朋友 我發現我們的志工朋友 每日每夜的每天都待在這個罷免總部 有的人 有的是學生 放寒假 可是他寒假的時間都沒有機會出去玩 現在 要過年了 我覺得大家能夠為這個理想 一起站在這裡 雖然今天 就是我們 有這個機會團聚在一起的 可能是最後一天 可是我今天下午問了很多的志工 在我去上節目之前 我問說 我們那麼難得有這個機會 可以凝聚在一起 那我們明天過後 我們要累積這物能量來做什麼 有很多的人跟我講說 我們應該要先休息一陣子 因為這樣子的強度 根本就超乎了 原本我們可以負荷的 我們只是一群公民朋友 我們沒有任何參與政治選舉 或者是在過去參與任何更衝撞體制的行為 柯南偉計畫 政委手術房一直都是用很溫和 覺得自己能出多少力 就出多少力的方式 在台灣的民主上貢獻一點點 今天開票的結果 我首先 我不知道要說恭喜蔡委員 還是要說蔡委員實至名歸 但是我 真的很謝謝 大家在這幾個月 一路以來的陪伴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有很多人 可能在今天這個謝幕之後 大家都會 好好地大哭一場 林先生來了 我先交給林先生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光智 那個光智上來 留下選 那接下來我們歡迎林先生上台 現在呢 我們的開票已經 全部都結束了 所以現在由我們的發言人 台北林先生 來跟各位公布 最後開票的結果 好 那稍微等一下 我們現在先請我們的志工都上台 是吧 志工上台 OK嗎 不好意思 不用拍啦 上台 上台我們請志工都上台 按 Midwest 阿黃 鐵峰 鐵峰 紀 gender 鐵峰 鐵峰 許惠快點上來 好 那我們反正讓志工陸陸續續續上來 那我們現在就先請台北林先生 幫我們宣布一下現在我們的總票數 大家好 我是哥倫維計畫的發言人台北林先生 今天2月14號一定是一個永遠會在台灣歷史上面被紀錄下來的一天 目前雖然官方還沒有公布官方的結果 但是依據我們所有的外場的監票員所回報的結果之後 目前在這邊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我們今天的投票的結果 目前在今天一共有七萬九千三百零三的出來投票 七萬九千三百零三的出來投票 其中投下廢票的有370票 而投下反對罷免蔡正元的有兩千一百九十六票 還是要鼓掌 因為這是民主的風範 而投下贊成罷免票的一共有七萬六千七百三十七票 高達百分之九十六點七六趴 高達百分之九十六點七六趴 讚賞罷免蔡正元 在今天的投票結果之中高達百分之九十六點七六趴的人 讚賞罷免蔡正元 其中一共是有七萬六千七百三十七人 但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2月14號這天 因為台灣的罷免法制 投票率沒有過半 所以藍委第一名的蔡正恩委員 沒有被罷免成功 雖然她出席率很低 質詢率很低 陣線的達成率很低 質詢他是財經的立法委員 上個會期卻也只有提過兩個法案 遠遠比不過其他的財政委員會的委員 都大概平均提二十幾個法案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雖然我們的投票結果 高達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支持罷免 但是他卻仍然無法下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是台灣罷免法官上面的失敗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對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志工們的情緒都有點激動 但是 讓這二十年來 再度出現投票 出現罷免投票的我們 大家認為這樣的過程 我們一路努力了這樣的過程 我們真的失敗了嗎 沒有 我們是不是讓全民看到了 罷免權的心事 罷免權從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的心事 我們一路走來 我們是不是成功了 對 我們是不是真的讓罷免權 正在復活 對 所以以下 仍然是勝利宣言 可能是蔡志遠的勝利宣言 不過 更重要的 也還是全民的勝利宣言 因為 所有 所有站出來投票的這將近八萬人 過去一共簽署罷免連署輸的這十一萬人 不管你是因為什麼原因 最重要的是 你站出來了 你正在改變台灣 請給自己一個掌聲好不好 去年的五月三號起 一共兩天半的時間以來 我們獲得了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三人的支持 這一萬多人透過小額募款的方式 讓我們有了一筆經費 一路支撐我們到現在這三百多天來 這三百多天來 我們所有的經費 我們都會公開透明 公佈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讓大家看到 跟安委計畫裡面 所有的開支 我們所有的財務 都絕對經得起檢驗 我們絕對對得起 這一萬多名的 小額募款給我們的支持者 絕對對得起大家 過去十個月三百多天 我們創造了十一萬份的罷免連署出 這是不是公民的勝利 是 我們一共同時有三區 進到罷免連的第二階段 這是不是公民的勝利 是 我們在內湖南港地區 出現了台灣史上第二次 也是立法委員改制成 單一選區制度之後的第一次出現的罷免投票 讓立法委員們知道 如果他們表現不好的話 民眾是可以對他們發起挑戰的 這是不是公民的勝利 是 這三百多天來 一共有三千多位志工的努力 三四千場的擺攤 我們這樣站在街頭 一步一腳一的站在街頭 不只我們站在後面的所有的朋友 更有許多跟安委計畫的夥伴 他們現在可能是看著直播 或是在各地 無論是夏天還是冬天 無論是颳風還是下雨 我們都在街頭上面推動罷免權 因為我們都是台灣人的一份子 我們的努力 我們的成就 都是屬於台灣的 這是不是全民的勝利 是 絕對是 因為我們都是台灣的一份子 我們的成就 絕對都是台灣的成就 這些都是我們台灣人的勝利 跟安委的計畫 我們在運作過程之中 我們有許多嚴謹的討論 當然我們自己的內部 也會有許多的討論 吵吵鬧鬧 許多的摩擦 但是到最後 我們一樣的繼續的往前衝 我們 就像是一個大家庭一樣 我們大家 是不是非常熱愛的彼此呢 在這過程之中 在這一過程之中 我們是有許多許多之間的互相的討論 不管是我們採取的各種活動 我們的各種戰略 我們在內部裡頭 我們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充分的討論 覺得不合理的地方就有人發言 夥伴之間 我們可以互相的挑戰與質疑 最後我們大家一起成長與改進 我們可以互相的挑戰和質疑 而讓事情變得更好 這些過程之中 都不停的建構著 我們整個各藍委計畫的文化 因為我們 我們大家都只是志工而已 我們本來就是為了理念 而投入個半死 累個半死 而我們在這段過程之中 我們也都在努力的成長 我們學會了互相的挑戰和質疑 而往前衝 更進一步的 我們質疑這個政府 質疑不適任的立法委員 我們發起了各藍委計畫 我們對不適任的立法委員發動了挑戰 這段時間以來 一路走來 一共有數千位的志工的投入 三四千場的擺攤 請大家給各藍委計畫 一個熱情的掌聲 好不好 然後也希望大家給 淡水 巴黎 林口 泰山 三支石門地區 也就是針對 藍委第三名 馬來自委 吳玉森的各藍委夥伴 在地的民主 Winiko陣線 一個熱情的掌聲 好嗎 然後也請 給板橋地區 也就是針對 藍委第二名的前大黨邊 林洪池的各藍委夥伴 在地的板橋手術中 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不好 接下來 最熱烈的是 一路堅持 衝刺 這段時間幾乎沒有睡覺 一直站在街頭 站在馬路上 站在十字路口 跟許多民眾大聲宣講 全力投入 針對藍委第一名 蔡正元選區的正元手術房 給他們一個更熱烈的掌聲 大家好嗎 讓我們一起謝謝這些人 謝謝正元手術房 在今天這個關鍵的日子 2月14號 我們完成了2014年5月5號的 眾刀記者會議頭 我們所宣布的 針對藍委前三名 分別是吳亦生 林洪池和蔡正元 的動刀行動 這個階段性的任務 在今天2月14號這天 階段性任務 已經到此告一段落 但是 在2月14號之後的這個時期 光是我們北山區的 這些在地的夥伴們 其實我們已經鄰居了一股龐大的 在地的力量 甚至也有的許多是 北山區以外各地的人 我們都可以互相的呼應 不管是在在地還是網路上 我相信這些都是一個 非常龐大的力量 在地的夥伴 在2月14號之後 就如同剛剛說這樣的 我們可能會轉型 可能會轉型成關心 在地的議題的團隊 另外我們也相信 針對罷免權這件事情 我們在場的所有的志工 應該也都沒有人願意 放棄關切罷免權吧 三百多天以來 我們大家都親身的感受到 罷免權的推動 是有多麼的不容易 蔡正元是現在的大魔王 沒有錯 但是未來 還會有更多的蔡正元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們還是要對他們發出挑戰 對不對 對 對 有很多的蔡正元其實是很可怕 不過 這代表我們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但是 我們也還有更多的 台北某某先生 台北某某小姐 台灣的某某先生 台灣的某某小姐 對這些不私人的地方委員發出挑戰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未來其實已經不是我們在了 在台上的可能已經不是我們的 但是我們也還是會把我們的這一切知識 傳承給下一代 我們可能我們只是一個點火者 接下來 罷免權的推動 靈魂更加的如火如荼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對 柯拉偉計畫是屬於大家的 我們是這個 我們是正面旗幟下面的戰士 現在 我們有一批夥伴們 正在仇怒社團法人 希望可以讓柯拉偉計畫 永續經營 在這部分 也在這邊 直接公開邀請所有 戈蘭偉計畫的夥伴 不管是參與哪個區域的夥伴 或是部分區域的夥伴 甚至以及在螢幕鏡頭的大家 願意協助投入推動罷免權的人 歡迎在後面繼續加入我們 我們在2055年的上半年 我們對著現在的國會 我們還是試圖抱有的一些期待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推動修法 就如同今天所講的 一開始所講的 今天出來投票的人 一共有百分之九十六的人 是贊成罷免財政員 但是卻罷免失敗了 這是不是罷免法制上面的不公平 罷免法制上面的失敗 問題是不是出在罷免法上面 會 接下來我們一定會 我們一定要推動修法 我們在接下來 我們與島國前進 公民1985行動聯盟 人民做主 目前我們在2055年的上半年 發起了410環權人民 補正公投法 修改選拔法的行動 我們一起呼籲這個政府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座所有的人 不管是過去這十一萬千 罷免聯組書的人 以及今天出來投票 將近八萬人的人的心聲 希望這個政府 可以把我們的罷免法 修到符合世界潮流的趨勢 舉例來說 在罷免第二階段 因為有三十天的限制 才讓台灣的罷免投票 今天是史上的第二次 這麼困難 這麼困難的情況 就是因為罷免法規的不公平 如果我們不是靠1129當天 一天就收到六萬多份的聯組書 我們的確又創造了一個歷史 我們說不定以後的罷免 很多投票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在外面擺攤 但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才有機會進入罷免投票 大家說這樣合理嗎 不合理 已經我們的罷免第三階段 今天在罷免第三階段的情況之下 他並不是用一個簡單讀數據 而他卻是有一個百分之五十的一個門檻 舉例來說 今天在二月七號立委補選的時候 今天投票率 那天的投票率還沒有很高 但是不管怎麼樣 票多的人 他就是可以選上立法委員 那麼在罷免投票的時候 為什麼罷免票 如果是支持罷免票比較多的那位立委的話 為什麼他無法被罷免下台呢 而這位立法委員 他也可以就一直告訴大家說 就不要理會 不要去投票 透過這樣被動的方式 就可以使得這個罷免案失敗 這一切都是罷免法需要改正的地方 所以我們接下來 我們各兩回計畫 我們在接下來 我們會繼續推動修法 2015年的上半年 我們會向國會施壓 我們會去 我們會去遊說各政黨 來推動下修罷免法 而如果失敗的話 我們在2015年的下半年 我們則是 我們則是會去尋求 每一位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要求他們簽下下修罷免法的承諾書 而在2016年和2017年的時候 來要求這些簽下罷免法 下修罷免法承諾書的這些立法委員們 要求他們兌現承諾 並且也在這邊 跟所有戈籃委計畫的夥伴 我們大家一起在2018年的時候 發起戈籃委計畫2.0 針對到時候的不適任的立法委員 再度進行一次挑戰 大家說好不好 好 這是一個很大的推肯喔 你們都要說好了 最後 在這邊要表達的是 戈籃委計畫是一個理念的社群 它是一個理念的社群 它不只是一個計畫 不只是一個公民團體 原因是因為 它是一個推動罷免權的一個理念的社群 今天不管你是在哪個區域 不管你是在哪個區域的人 我們將在這邊一起來鼓勵大家 不管是針對立法委員 還是針對議員 如果你覺得有在地不適任的政治人物 代議室的話 歡迎大家都發起自己各地的戈籃委計畫 因為戈籃委罷免濫立委的這個概念 它是一種理念 而我們會將我們在這段時間 所累積的這一切的經驗和一切的知識 無償的提供給大家 因為我們在這段時間 我們所得到的一切的know how 我們現在得到的一切的經驗 一切所有的這些細節活動的一類 包含我們有許多可以做到更好的地方 這些都是屬於全民的資產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有的在地的夥伴 都可以自行發起各籃委計畫 因為全民各籃委 全民各籃委 罷免安立委 罷免安立委 全民各籃委 罷免安立委 罷免安立委 可歌可欠 利大於必 可歌可泌 利大於必 可歌可泌 利大於必 今天罷免安的失敗 絕對不是正員手術房之敗 絕對不是各籃委計畫的失敗 而是這個法規上沒有問題 未來的我們絕對會推動修法 讓台灣的法規更加的符合世界的潮流 因為我們認為 我們絕對不可以把我們的政治期待 只放在幾位政治強人身上 我們應該要創造一個良好的民主制度 透過好的選舉權讓對的人上台 而透過完善的罷免權 讓選錯的話 讓辯職的代議士 讓表現不好的代議士 讓他們下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有機會改革國會 改革台灣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未來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請大家支持我們好不好 好 那麼在這邊 我們所有歌藍委計畫的夥伴在這邊 鞠躬一起謝謝大家 這段時間的支持 照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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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浩邱先生 謝謝我身後 所以在座這麼多的願意來關注這個議題的朋友 我們 我們 我們真的 很謝謝所有願意一起關注我們這個人的朋友 然後 好 就是今天 是蔡正元罷免安的一個結束 但是並不是 台灣民主的一個末路 如果以後 我們台灣在制度上面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都會用自己的力量 一步一步的去改革我們的環境 我們沒有能力 立即改變這個社會 但是我們可以運用自己的力量 默默的去改變別人 這是我們台灣人 公民掐錢 今天 這邊 很難得的機會 我再次跟大家說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們今天晚上的開票活動 以及包含我們的盛選宣言 再次告一段落 在這裡還是最後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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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狼尾計畫 有志工普派 您願意分享嗎 那這邊先 你介紹一下好 那種 就如同剛剛所說的 歌狼尾計畫 是一個理念 是一個社區 過去的三百多天以來 我們累積了很多的know how 我們累積了很多的想法 我們累積了很多的經驗 累積了很多的戰術 還有戰略 這些東西 都是全民的資產 這些東西 我們都會傳承出來 給所有的民眾 給所有未來要發動 歌狼尾計畫的任何一個人 在這段過程之中 所有的精力 絕對不是浪費 絕對不是空白 因為我們是真的腳踏實地的 站在街頭上面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的 走到了今天 而累積了許多的思想 這些都是全民的資產 所以我們 會無償的分享給所有的大家 最後也是希望 可以讓台灣的罷免權 更加的順利的被推動 現在在螢幕的大家裡面 可以看到的是 台灣的罷免權 推動有多麼的不容易 所以就算我們有三四千人 三四千位的志工 無償的站得出來 許多位志工幾乎是無全職的方式 無償但是全職的方式 在協助各安委計畫 最後 有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是贊成罷免的 但是 卻因為罷免 卻因為投票率的這個法規 而導致這個罷免案 無法順利的進行 未來我們會推動修法 讓台灣的罷免法更加的順利 也希望未來的我們 可以藉由完善的罷免法規之後 讓不對的人下台 讓這個國會變得更好 最後使得台灣變得更好 使得我們可以不用 只把我們的政治期待 放在幾位政治強人身上 而是可以透過完善的民主 透過完善的選舉權與罷免權 讓對的人上台 讓不對的人下台 這部分是各安委計畫的願景 也是我們一直走下來的動力 我們將會繼續走下去 絕對不會放棄 謝謝大家 那我們謝謝台北林先生 我們有其他志工想要 說幾句話嗎 你嗎 好 那個 頭髮一天都很不一樣的 亞伊莎 這樣介紹超貼切 超貼切 超貼切 大家好 我想 對於這件事情 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在座的各安委志工 以及一直以來支持著我們的港湖居民 我們都感到非常的遺憾 並且 在這個行動上面 我們一直付出了這個心力 也許 在表面上 我們是付諸一句了 也許 表面上 看似 我們已經沒有了這場勝利 我們失去了 是這個罷免案 失去了 原本 很多人的期待 以及願景 但是 我想說的是 其實 歌欄委 將來 一樣也會繼續存在 我們絕對不會消失 因為我們這個勢力 有一個聚集 因為公民覺醒的思潮 一直不斷的 還在繼續演變下去 繼續的繁衍 能夠影響了台灣的政局 不是因為 不僅僅因為 這場罷免案的失敗 我們也絕對不會屈服於 鳥籠公投 這樣不合理的一個體制 我們接下來 會修了一些選霸法 以及公投法的補證 這些方面 都是至關重要 各國民團體 在合作上 我們一直朝向的 其實都是同一個方向 我們絕對 不會因為今天 這個25% 沒有過50% 就失去信心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們要的是將來 我們奉援未來 我們要的是更大的勝利 要的是全台灣民主 全台灣人民 一個共同目標 就是 改善我們的國會 讓國家更好 以及不管 我們接下來 我們的國家名稱 是要改為什麼 我相信 也是要經由 絕大多數人的投票 要 表決 這才是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 廢除鳥籠共投法 大免不勝的立委 共同進行 共創美好的未來 大家繼續加油 辛苦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插播 我們那個 正元手術房的發言人曾光志 他想要插播一句話 就趁這個機會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情人節 然後因為 這個歌蘭瑋的活動 我都沒有在陪我的女朋友 所以趁現在有這個直播的機會 我要告訴你 林彥均情人節快樂 我愛你 然後 這些日子很對不起你 那今天結束我就會 好好盡我的本分 不好意思 那我們接下來呢 其實我剛剛在錄節目的時候 跟一個神秘嘉賓 一起錄節目 然後 我們總共有五怕 我就說 這個活動對我來講太重要了 我只能錄兩個 然後他就繼續錄 那我要離開的時候 他還告訴我說 你等我 我下通告馬上就趕過去 這個 剛剛跟我一起錄節目的 就是也對我們整個歌蘭瑋 非常的幫忙 不管在任何媒體 在任何的臉書發言上 都對我們 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他剛剛也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擁抱 那我們就熱情掌聲歡迎 中研院法研所 研究員 黃國昌老師 黃國昌老師 光致來一下 來 其實我不太想跟大家說很多理論 告訴你們 這一場仗 其實我們沒有輸 我真的想講的事情是 你們真的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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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這十個月 在場 在場 歌蘭瑋團隊 每一位志工 每一位工作人員 每一位參與的公民 你們讓我看到了 台灣人 我們不屈不擾 我們台灣 未來民主深化 新的希望 新的力量 謝謝你們 謝謝 這一場美好的仗 我很感謝 各位 各安委團隊 讓我有機會 能夠在旁邊參與 跟著你們 一起努力 一起打拼 今天的結果 絕對不是結束 我們會不會繼續 會 會 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 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注意 我認識主瑜不久 我其實可以很老實的 跟大家講 我真的其實可以很老實的 跟大家講 我真的很喜歡他 情人節快樂 主瑜棒不棒 棒 棒不棒 我們一起幫主瑜加油好不好 好 主瑜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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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瑜為了這場運動 他的付出 他的犧牲 我想再做的每一位 比我都清楚 他為了這場運動 把他自己的婚事 都大哥了 我希望 他未來的老婆 可以聽得到 他未來老婆有在現場嗎 沒有 沒有 當初主瑜跟我說 他要求婚的時候 我那時候 跟幾位青年朋友 我們在美國巡迴 他希望我們幫他拍一支求婚的MV 我考慮 我考慮都沒有考慮 大家很高興 就答應了 主瑜未來的太太 你真的 嫁給了一位 了不起的年輕人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我想接下來 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今天 絕對不是結束 今天絕對不是結束 我們一定 我們一定要拿回屬於我們人民的直接民權 我們一定要拿回屬於我們的直接民權 讓這些政客知道 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我們繼續一起奮鬥 好不好 好 大家一起加油 好 那麼還是 需要再強調的一次 一件事情是在於說 從五月五號一路走來 我在媒體上面都叫做台北林先生 之後 還是會這樣子堅持下去 雖然可能已經很多人知道我的名字 也當然包含五月五號的時候 立法委員們一定都知道我的名字 但在這邊 還是需要最主要要表達的是在於說 今天各大委計畫一路走到現在 我所付出的努力裡頭 絕對只是這個計畫裡面 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 因為我們仰賴的是 我們更多的志工夥伴 更多的志工夥伴一起的付出 這不是一個人的功勞 也不是少數幾個人的功勞 最重要的是 是我們所有的夥伴的功勞 也正是因為這麼多深入的投入 所以在這樣的時刻裡頭 其實剛剛在後台裡面 我們是有許多夥伴激動的落淚 因為我們在這一路上 就真的是一步一腳印 這樣子不停的付出 而希望可以推動台灣罷免的權利 罷免權利的往前進 這些過程領頭 都是所有人的付出和努力 絕對不是只有我一個個人 或是說台北林先生 而會是所有所有人的功勞 包含我們所有的夥伴 像是反銷手術中 民主違格陣線 還有我們的政員手術法 以及所有支持更南維計畫的朋友 我們在這邊 一起再給我們的所有的夥伴 一起投入夥伴 一個熱情的掌聲好不好 因為這是功勞 真是屬於所有的人的 謝謝大家 好 我們再次謝謝主意喔 接下來我們要帶一個 志工喔 我們今天 他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深的一個志工 現在帶他上台是因為 阿翰 因為他剛剛在台下哭慘了 所以一定要上台讓他抒發一下 好 那個 其實威翰啊 在手術房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幹部 那他就是在也負責要聊很多事情 然後 可以說一下剛剛為什麼哭的這麼慘嗎 對不起 我想直接崩潰 真的讓這個畫面沒有很好看 可是 我剛剛想到了 並不是我們輸的 而是為什麼 我們 同時被看得到這麼多人 在一起努力的情況下 還 看到這麼難看的票數 對我來說 其實這是 超無我預期的事情 所以我剛剛 我剛剛其實一開始 並沒有想哭 我只是突然感慨了 為什麼 我可以在這個場合中 看到那麼多人 同時為了一件事情 挺身而出 可是 認得不到一個 又完美的結局 可是 在這個運動中 我覺得 我是快樂的 我感受得到 是一個 不別於 漁網的 公平運動 而且在這個運動中 我也認識了 許多的夥伴 也知道 在別於以前的生活 所享受到的不一樣的快樂 我想 我要在這邊 還是要先謝謝 謝謝 我所有的夥伴 我要在這邊 再次說真謝謝 我早上遇到一個 他說 他做了27年的領長 27年的領長 他跟我說 他也很盡責 很盡責的在 發敗 發敗 那個 罷免的公報 可是 他對 早上我們按電鈴的事情 他覺得 這是老名 我也很称重的跟他道歉 我覺得 我跟他說明 我們 並不是 懷疑是說 什麼領幹事 什麼領長 把我們的罷免公報 黑掉 黑掉的事情 我們只是想藉由 一個方式 提醒民眾 投票是自己的權利 因為 同時 為什麼 罷免不能宣傳 我記得台灣 剛可以選舉的時候 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方式 在推動選舉 可是憑什麼罷免不行 憑什麼罷免要推動的時候 卻要受到蟲蟲的阻牢 卻要受到蟲蟲的阻牢 上至政府的機關 下至一般的民眾 都對 罷免權 是覺得是一種 負面 而且非常羞辱式的方式 我們覺得 既然有人寫了罷免 就一定有他存在的理由 可是 不能說 你因為習慣了 沒有罷免的生活 你就覺得 這群人是胡道 這群人是 不理性 這群人是無知 我們的猜對委員 用臉書 惡意的 憑憑我們 是太陽花頭子 是一群 除了垃圾大學生之外 我想應該就是 社會寄生蟲之類的話 可是我們是上位寄生蟲嗎 是 他才是啦 因為你是九位寄生蟲 為什麼 我們平均薪資 都沒有蔡委員那麼高 為什麼 蔡委員還可以 一副是民意支持她 的樣子 繼續的 張牙舞爪 她剛剛又在臉書 說這是一場民主的勝利 我也很謝謝蔡委員 我們其實在私底下稱蔡委員是蔡總召 因為 她覺得是 台灣大美群的總召 她絕對是 一個民主的先驅 以後我絕對 要繼續努力 讓蔡委員 能夠成為歷史看本的某一個角落 在座的各位 各位志工夥伴還是記者朋友 幫我記得 我們一定要讓蔡正元委員 成為歷史看本中某一個角落當中的人 會 會 很好 可是還不夠好 結束這樣嗎 OK好 我們謝謝薇翰非常感性的發言 接下來我們請一位超級資深的志工 她在整個計畫裡面 她在整個推動罷免蔡正元的案子裡面 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 她這幾天睡眠時間非常的少 這三天來她可能睡眠時間不到五個小時 那現在就讓我們歡迎歸王 好 好 我就可以抓上來了 大家應該聽的時候我已經沒聲音了 對 蛤 訪談之後我已經沒聲音了 大家應該都看得出來 我真的已經快爆炸了 我這兩天下起來只吃了兩個豬肉餡餅 不過剛剛那個記者有問我 剛好不知道為什麼訪談到我 然後我跟他說 我應該找到最討不出你們想要的答案 他問我說會覺得很緊張會覺得衰敗猶猶 我說我覺得不會 因為 照現行法條 我們輸了就是輸了 請大家認清這一點 我們輸了 然後 就是輸了 但是大家要記得是下一處喔 人 要認輸 可是不能服輸 我們他媽的下一場戰就會贏對不對 對 如果 我們沒有辦法承認 這一場戰 是我們的失敗 我們以後也不會成功 如果 我們可以從這場戰 的失敗中 繼續這個教訓 我只要繼續教訓 神經病誰打過這場戰啊 沒有人打過這種戰的嗎 我立法委員 市長 有打過這麼短三十天學勝負的嗎 三十天才能打到二十四趴 欸 雖然這樣很難過啊 美金黨內胡哪能打到八萬票 他們今天贏多久 我們打三十天 我是這年區最早的志工 從第一趟開始 我也是個人 擺攤之最多的志工 我一個禮拜擺六趟 進醫院 不知道進了幾次 還從住院的俏班回來擺攤 我做了 我們最開始 開始 SOP 我做了所有論述 我把蔡政委員 從以前我們主委說到 推動服務 到後面寫一堆洋洋沙拉的東西 向著給大家看 SOP寫寫真的跑出來一個 對不對 這過程是什麼 這過程還是應該學習的吧 這個東西就是Model 下一次把這東西 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下一次一開始就有了 下一次一開始就有這些東西了 只要我們可以把這次失敗記住 沒有什麼叫做衰敗猶榮啦 敗了就是敗了 輸了就是輸了 然後記住 記住這個感覺 然後回家讓自己做個惡夢 然後下一次站起來幫我們幹掉 就這麼簡單 謝謝 好 謝謝龜王 聽龜王這樣講我其實也蠻有感觸的 大家可以記住這個 魔術數字 79303 什麼是79303 79303就是內湖跟南港 覺醒公民的數字 那在這個活動中 一路以來 絕大多數的志工都不認為會成功 甚至不認為會成功第一階段 不認為會成功第二階段 不認為會成功第三階段 都有 但是為什麼 但是為什麼在我們自己曾經認為不會成功的狀況下 我們還是會繼續做 因為在每一個與民眾交流的過程中 我們就是一個改變 這個數字就是往上升 在我們每一個活動 每一次與不關心政治 不關心公共議題的民眾交流之中 這個數字就不斷往上升 我們要的不只是一個罷免 我們要的是長期的 不是只有罷免 還有選舉 還有創制副決 還有對任何社會公益的關係 這是我們要的東西 這是我們要的最終目標 台灣要好 選民都要對公共議題有關心 選民都必須要覺醒 我們會持續做 因為今天的終結 並不是讓數字停在這裡 我們只要持續做 不管有沒有罷免案 不管有沒有選舉 我們只要持續做 持續在街頭 這個數字就會不斷往上升 升到一個程度之後 台灣就不一樣 就是要我們每一天 一步一腳印 每一個人 不只是志工 甚至所有人 願意跟一個店員 願意跟你一個不關心的朋友 講一句話 講兩句話 這個數字就往上升 直到有一天 大家都認同 公平跟正義 是什麼 都開始關心這片土地 這個所有的公共議題的時候 那一天台灣就不一樣 就是從我們每一次的擺攤 每一次的掃間 累積起來 接下來還有誰 好 那接下來這個也是非常重量值的來賓 哥爾蘭偉計畫呢 有一個法律組 大家聽起來法律組 他們很厲害對不對 很多人龐大 十元豐富 沒有法律組只有一位 蔡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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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 我是小蔡 蔡哥 那其實 我通常不太講話的 因為我覺得我都是在下面做一些 這類組織是一個工作 那其實 哥爾蘭計畫 他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他基本上從無到有 然後從一開始的時候 被很多人覺得 你們在幹嘛 你們是什麼鬼 為什麼一堆人 穿著黃色背心 在街頭上跑來跑去的在幹嘛 但是從這個過程中 其實包括很多前輩都覺得 我們為什麼一二九要去選舉 投票外面擺攤 每一個聽到的前輩 社運前輩全部呆掉 但是今天投票日 一堆團體也在投票所外面擺攤 我覺得如果沒有修法禁止 在任何的選舉上面 做任何連署的活動的話 以後所有選舉 一定有非常多的團體去連署 我覺得我們開了這個先例了 所以以後應該這是個常態了 然後我要說的是說 其實各安委團隊其實是一個 非常神奇的東西 因為你只會看到台北林先生 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但是其實他就是像我們說的 他有非常多的志工 然後默默的 一點一滴的 每個人做一些 做一點 即使你只能出來擺攤兩小時 即使你只能幫忙 發個幾小時的文宣 就是靠著這麼多人 一點一滴的把它做完 走到現在 我同意剛剛龜王說的 輸的就是輸的 但是 我們一定會找出非常多的問題 繼續對抗這個體制 包括非常多人沒有收到 投票通知書 我們一定會去把這些人找出來 我們覺得 怎麼可以把投票通知書 連民眾都拿不到 包括今天 很多人一直打電話來說 我的投票通知書到哪裡去了 這件事情是對的嗎 我們一定會馬上在下個禮拜 進行追究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謝謝 蔡哥蔡律師 接下來還有 找到了嗎 還沒找到 我再撐一下 好 來這個 還有誰要說 還有誰要發言 好 這個 個人會計畫 大家 可能在電視上都會聽到 包括 黃國昶老師 姚立明老師 都曾提到一個神祕的人物 今天 我就想辦法帶他上來 這個神祕的人物就是 傳說中 葛藍偉年紀最小的志工 哈嘍 交涉中哦 因为他是 其实葛藍偉这位小妹妹的志工的时候 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是国小生 暑假 国小刚毕业 我每次看到她这个小朋友在干嘛 每次都跟着我们跑来跑去的 一个小女生 可是她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小孩子 她可以自己一个人 当所谓的摊主 也就是说她可以自己去摆摊 然后呢 命令那些二三十岁的志工 你来帮我牵连组 所以她出现了吗 老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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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做人了吗 那个大家请给薛薛一点时间 要平复一下她的情绪 那我们先让另外一位志工 女王蜂上来讲几句话 那个 原本是南港女王蜂之行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女王蜂是什么东西 大家都知道女王蜂吗 没有不知道 她现在也是我们手术房的代表 这样子 那我们讲重点 其实我一直不是很想要不光在女王蜂之行 因为我们家其实没有人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 嗯 表知 刚才会这段时间下来 我觉得 最开心跟感动的事情 还是认识一群好朋友 那不管今天的结果 是 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我们光是有一群人站在一起 然后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 我们从完全不认识 然后 没有人是政治背景 没有人 我打过选战 没有人知道 我们到底下一步要做什么 然后走到了今天 我觉得对一个政治素人来说 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 其实真的要非常非常感谢所有 各地的志工 然后还有很多的辛苦的付出的人 我们最近一直在当薪水小偷 然后 或者是很多人付出了很多的时间 学生也好 也好 上班族也好 大家都为了这件事情 摆上了很大的代价 那 我相信这些都不是网杆 嗯 身为一个高雄人 我还是觉得这次很可惜啦 就是 那一群人你真的叫我名字 但是 但是 我相信这不是结束就是一个开始 那接下来大家要怎么做 也许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 嗯 不是分裂 也不是分进而止 而是 大家都在自己的崗位上 用自己想要做的方式 完成一样的梦想 谢谢大家 好 那 好 那个 义山呢 還有些话想要跟大家说 那 我们请义山上来 不好意思 七个小时前 我曾经上来讲过话 那 现在气氛可能跟当时不太一样 当时还没有开票 啊 当然 就 先谢谢就是 内湖南港居民给了我们 七万九千多票 那 再看看那个 蔡正元得票数 我发现 我们好像赢了三十倍耶 我们赢了三十倍耶 可是 罢免案 没有成功 我已经把背心脱下来了 因为 这个 因为 这个案子 结束了 虽然这件事情结束了 可是我只能 我再一次上台 我还要只想跟大家讲 今天 我们没有输 戈拉伟只是 还没有赢 谢谢 好 谢谢你的义山 好 那 来 薛薛 还有马力一起上来 薛薛他 要叫薛薛吗 你想要叫什么名字 好 这位志工就是隐藏了许久 到今天最后一刻 终于愿意上台的 我们最小的志工 不要看他年纪小 其实他刚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是 长得很UKey的大学生 好 现在让他自己 自己来讲好了 好 薛薛刚刚发表 那个 那个 票数之后 然后薛薛 薛薛 现在国一 然后马力 你是国子 生大 但是 我觉得 应该有些人先开吧 对 不关系 听说他刚刚心情很不好 他们都去买酒 这两个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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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喝酒 不可能 好 那 因为 就是薛薛 其实就是一直啊 就是 各安委计划在 就是有时候 这个新闻都会 讲到说 因为我们有个 十二岁啊 十三岁的小志工 那 呃 今天就正式让薛薛 再来告诉大家一下 你说 你为什么会想到 就是跟我们一起 然后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 你觉得 就是 呃 参与这个活动 你来说 你得到一些什么这样子 呃 我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活动 是因为 小时候 大概几个月的时候 被妈妈戴上街头这样 然后 后来是因为 我觉得我们 那我去的 参与也真的 做得太烂了 这才决定要我 站错完位置 很着想 然后 因为薛薛她 就是年纪很小 然后在我们 这个团队里面呢 就是 很多人都很 很爱她 这样子 然后她也任我当干妈 哈哈哈 好 那 就是说 因为她 就是年纪其他也蛮小的 然后今天这个结果对她来说 其实应该是 打击事蛮大 那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 就是 呃 学习 就是一种学习成章 学习接受现实这样子 那 玛丽 你呢 就是因为其实你比较 后来 其实我觉得 应该说 我觉得对志工们来说 歌兰尾 不只是歌兰尾 她已经是 因为像 对 里面在唱歌会非常欢迎 欢迎加入 欢迎加入 可是这样会让台下留起 很难 不是 里面为什么不出来 对啊 到底在干嘛 就是 里面出来啊 出来唱啊 出来唱啊 出来唱歌啊 欸 不上了啦 其实我觉得像 对志工们来说 歌兰尾应该不只是歌兰尾 因为包括像 很多人各行各业 学生或者是 各式各样的行业 我们平常的生活 都不会有交集 但是今天 我们都因为歌兰尾 因为社运 所以我们今天都在这里 我们认识了 然后 我觉得这是一种革命情感 就是 大家平常也都是 一起 吹风 一起淋雨 一起晒太阳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是 很难能可贵的一种 一种缘分吧 对啊 这就是缘分 那 很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很谢谢大家 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缘分 当然 以后最好不要在路上 在见到面 不要在什么地方翻过去 然后去看到 他还是你 不要这样好不好 这样很伤心欸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好那希望 希望大家可以 希望大家可以 给我们一个 像我们这些不能投票的人 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希望 等到我20岁那年 要选总统 不要选区长好不好 拜托你们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玛丽跟薛薛 其实是我各安委志工 有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让 这个 國一的小女生 成为 怎么算 2060年的总统 未来女总统 薛薛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一位 好 他是 他也是我们 比较就是 早期就进来参与的志工 那一个组号 叫做 酸菜 可不可以 大家介绍一下这些 好 大家好 我是酸菜 就是 之前 我是在7月 就加入 歌兰尾的 然后那时候 会加入歌兰尾 我觉得其实 就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 因为 那时候 就之前 我能有其他的邀约 可是 就是有 因为我 那时候是 高山毕业 然后就有一些邀约 然后跟一些 一个参加 可是就是 后来就是 银队取消 然后邀约也改行 然后我那时候 就没事做 然后就是 在网路上看到 那一天的扫街 李飞凡会来 然后我就想说 李飞凡 我就路过 也是开起 平衛模式的 对 开起平衛模式 然后就那边 有一群哥 还有一个志工 就他们就是说 志工可以自用过来 我想说我要过去嘛 然后我就傻傻掉 这样过去了 然后我就这样一直傻到今天 2月10号 对 结果你没完今天说 要来也没来 对 然后其实一开始 就一开始 我也不是就是什么 非常关心社会 我也不是一开始 就很了解社会议题的 就是 就是 其实我就是一直从 就是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然后到现在 第三阶段的过程中 一点一滴 慢慢的了解 就是 为什么就是 这个罢免法 就是 罢免很难通过 就是为什么罢免法 有问题 然后为什么公投法 有问题 等等 就是这些议题 都是我在当志工的过程 学会的 所以就是 其实 其实就是 大家 里面好欢乐喔 快 快点讲完 再看进去了 好 就是其实 虽然每个人 就是可能 一开始 进来的时候 就是 拥有的知识 或对议题的了解 不一样 可是我相信 我们要努力就是 改变这个社会的心事 是一样的 然后 我也很 谢谢就是 手术房的各位 就是对我有 很多的照顾 因为 就是我是高中 工作一个人上 上来才没念试 然后 就是会 就感觉好像 有点 就是身边 没有一群可以聊 社会议题的朋友 就是有时候 会觉得 有点孤单 可是我现在就觉得 就是我拼不孤单 因为我跟 手术房 不管是手术房的伙伴 还是另外两区 各安围的伙伴 还有所有的港湖公民 都一起走到了今天 就是 不管今天的结果是怎样 我相信就是 大家都已经 今天最大的努力了 好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现在 大家听到里面呢 其实气氛非常的热烈 可是我发现有一个人 在擦眼泪 要不要 请擦眼泪 上来 都解 好 这个我不敢教 好 大迪吗 好 来 喂 各位志工 各位志工们 大家可以到外头来集合吗 那发起人 有些话 希望可以跟大家说 跟大家分享一下 哈啰 哈啰 在罢免中部里面的 所有志工 麻烦都出来外面一下喔 假洞 假洞 应该不一定不懂 假洞吧 假洞 假洞 往那边坐 往那边坐 快点 不要直接在那边 因为等一下大家都要赶着过节啊 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出来 那个 话讲一讲之后 有事要先离开 大家不要骑在旁边喔 我们往前面坐 往前面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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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不是上台 你还能 到座位去啦 快点 不然情人节 都真的没了 好不好 虽然说我们一直说民主情人节 可是真的 没过到真的情人节 还是蛮难过的 自己讲的很好听 每次都说民主情人节 好棒喔 然后私底下就是 有男朋友女朋友的 还是就是干得要死 你说民主情人节 我要过真的情人节 好 好啦你们要唱歌 我们放音乐给你们好不好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话先讲完之后 再来大合唱 欸超没礼貌 人家就说有话要跟你们讲了 可没听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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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 好 那个大丁 大丁有话想要跟大家说 大家认证听 快点 好 喂 刚才嘛 那个就是 大家都已经感谢了 各位的支持 您了 好 好 好 喂 你大丁讲话啦 喂 哎 刚才大家都已经感谢了那个 就各位支持民众了吧 现在轮到我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那个跟那个 跟这个选择的各兰委这个名字 跟随的各兰委这个管 所以感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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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今天嘛 那个2月14号 是我们那个 是我们的各兰委计划的 这个 这系列行动的那个 暂时的一个休止 但是呢 那个 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 有这么多的那个社会经营一起呢 那个进到 化免的第二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之后呢 我希望说大家 自己有各自有什么样的专业呢 有什么样的知识呢 我们大家一起把它做整理 分享出去 自己的理论自己写 把我们更多的know how 告诉大家 然后呢 我们也希望 就是说 像那个 我们也 像耶稣的门谷 在那个 他被那个 听死在十字架上之后 我们所有人 像他门谷一样 到处去传播福音 年底 有很多人 都想要把 县市议员拉下来 想要把 那不合格的 那个 那个 那里长 那个 乡生市民代表拉下来 只要他们有呼唤 我们志工 希望我们志工 都能够保持 一颗热忱的心 去帮助大家 把饭免的种子 散播出去 然后最后呢 是希望说 我们大家 能够在这两年 拿个字磨练 在下一届的 立法委员选举 他们把一周年之后 我们要严格检视 他们行政到底 有没有任何 有没有重大俗失 然后如果有 他们真的 不合名义 有大问题的话 我们要把他 再勾拉下来 我们要再勾扫 让大名承诺 真的 鼓动主要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谢谢这位 我们的发起人 接下来 我们要谢谢一位 我们的总召 那我们 现在要请我们 这位总召出来 跟大家谢票 大家从来 没有看过的 可能大家都看过 但可能猜不到是谁的 我们真正的总召 幕后召集人 在总召 好 今天要参赞的谢票 谢谢大家 投票给我们的总召 好 有没有人家在总召 说话 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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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2016 国民党内没有人才了 所以我想 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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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最も 我们这边也希望说 他2016可以代表 国民党参选 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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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再都是 推 digo 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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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候選人 港湖區辦公室主任